魔尊大人 不如我们抓他的孩子 这样更有杀伤力 要不你来做主 你来当这个魔尊 现在妖族还没有出手 一旦妖尊的孩子 有一点意外 那魔族 就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属下不敢 肖明冷哼一声 尽快 看着魔尊离开的背影 其他人送了一口气 墨九里看着白凤威 把精灵族女王带回了神山 怎么不把他杀了 先留着吧 反正也不重要 精灵族女王咬牙切齿 但是他感觉 神山真好看 行什么白凤威 能住在这么好的地方 夫人做主便是 墨九里也揽住他的腰 两人完全不理会他 直接离开 精灵族公主的修为被封印 哪里也去不了 什么也做不了 精灵族女王 我们为你准备了房间 你先下去休息吧 房间 什么房间 是柴房吗 反而不住柴房那种 脏乱差的地方 神山是不会用柴房 招待客人的 而且神山的柴房也是很好看的 整齐又干净 江灵族女王直接语色 跟着两个侍女来到了他的房间 身后 侍女已经给他摆好了膳食 女王 神女说了 你喜欢吃什么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会为你做的 这些膳食 一定忘了毒药是不是 神女想要杀你 早就杀了 不用这么拐弯抹脚 江灵族女王有些不明所以 白凤薇这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难道是想拉拢他 哼 他偏不让白凤薇得逞 吃完饭 江灵族女王去外面四处逛 先看看有没有什么离开的办法 结果 遇到了几个小娃娃 双方大眼瞪小眼 你就是金灵族女王吧 你们怎么知道 哇 娘亲说金灵族女王 有点一根筋 看起来还真是 对啊 她的长相这么明显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 当然知道了 哼 听说她带领金灵族 与人族为敌 我看她不是一根筋 是脑残吧 不对不对 昨天我偷听娘亲和爹爹说话 娘亲说她是恋爱脑 什么是恋爱脑 莫莉又一点的认真 其他孩子也忽略了金灵女王 讨论起了什么是恋爱脑的问题 恋爱脑就是不管什么原因 愿意为了她爱的人 去做一切的知情 而且 她爱的人 还不一定爱她 是不是 金灵族女王在一边 听着他们的话 简直就是被气到了 哪里来的小孩啊 这么的胡说八道 然而 他们还没有停呢 哦 就像是金灵族女王 做的事情一样 明明魔尊不喜欢她 她还要不顾一切的 为她做各种事情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这个比喻很贴切 而且 做的事情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金灵族女王起得颤抖 可惜 她现在又没有什么修为 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是谁 他们是神女和妖尊的孩子 神女和妖尊 这么多孩子 是的 金灵族女王一点的惊讶 不过 她觉得这不是她应该关注的 她只想知道 她在神山的事情 有没有人告诉魔尊 带我去见白凤威 神女现在在会见其他国家的代表 要半个时辰之后才有时间 哼 她是故意躲着不想见我吧 神女如果想要躲着你 就不会把你带来神山 金灵族女王再次语色 她在哪 我去等着她 路上 她遇见了前来寻找孩子们的墨九里 金灵族女王灵机一动 妖尊大人 何事 不是 我就是觉得有些事情 恐怕你还被蒙在鼓里 所以想要好心提醒你一下 好 说说看 好 说说看 金灵族女王感觉自己的希望来了 你知道吗 白凤威在魔宫的时候 一直在引起魔尊的注意 她在勾引魔尊 莫九里眼里闪过一抹冷意 怎么个勾引法 她故意抓了魔尊的青龙鱼 烤了吃 用来引起魔尊的注意 结果魔尊还真的就上钩了 她为什么要抓青龙鱼吃 因为魔尊不给她饭吃 她就胆大包天的 吃了魔尊的鱼 饿肚子就应该吃东西 小威尔做的都是对的 还有什么事吗 小威尔应该去质问白凤威才对吧 她为什么一点也不生气 金灵族女王沉默了片刻 有些心慌 没了 没有了 兴许是个误会 知道是误会就别试探本座的耐心 小威尔想留着你的命 本座可没那么好心 金灵族女王顿时就不敢乱说了 爷爷 金灵族公主趁莫九里的注意力 在莫绝尘他们的身上 逃之夭夭 她感觉如果她再多说一句 刚才她就死定了 白凤威和几个国家的使臣 从大殿里出来 其中就有江源和蓝青燃 他们两个人 主要是想来看看白凤威 还有神山的风采 神女 我们可以参观一下神山吗 你们随便 蓝青燃和江源 似乎已经摒弃前嫌 再次成为了好友 两人的关系 倒是比之前更加的好了 白凤威 你带我回神山做什么 身后 江灵族女王大海 白凤威转身 当然是把你当做人质和筹码 这还用问 只要精灵族女王在她手上 至少精灵族 不会轻易地和人族作断 即便迫于魔族的压力 不得不再次干扰人族 他们也不会那么地不惜一切 你这样做 和魔尊有什么区别 既然我和魔尊一样 那你为何不觉得 魔尊做的是错的 却觉得我做的是错的呢 我和魔尊一样 你怎么对魔尊爱慕有加 对我却是横北冷对 这怎么一样 既然知道不一样 那就别往下定论 他没办法反驳白凤威的话 只能是把话题 转到了他的来意上 我在你这里的消息 你让人传递给魔尊了吗 你放心吧 星灵族的人会告诉魔尊的 他们唯一能够仰仗的 就只有魔族 那就好 我相信魔尊 一定会来救我的 但愿吧 我也盼着他来呢 毕竟我给他准备了很多陷阱 他不来就浪费了 你拿我当诱饵 意图杀掉魔尊 你先别生气 他会不会为了你来 还是个问题呢 我只是做好准备而已 他的话一句比一句扎心 但是他确实 没有那么大的底气 魔尊会为他而来的几率 真的太小了 这时 薛木过来禀报 主人 神山脚下 有一人求见 什么人 是魔族的人 是魔尊吗 他来接我了 不是魔尊 不过他带来了魔族的消息 想要换取自己的腿 康复的机会 薛木这么一说 白凤薇就想到了一个人 就是在魔族地牢的那个牢头 什么人 居然敢泄露魔尊的消息 这是不知好歹 兴许是个陷阱呢 而且即便是真的 那也是实实物 总比你精灵族 为他劳心劳力 断送了这么多的性命 他却对你不管不顾的好吧 白凤薇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你不是不敢 而是没办法 精灵族女王气愤无比 看着白凤薇离去的背影 咬牙跟了上去 某个偏听 白凤薇见到了那人 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 神女 你在魔族地牢的时候 我未曾对你用刑 你给我看病 也许只是为了 躲过残酷的刑法 但我此次前来 是真心想和你做一笔交易 直说无妨 我这里有一个 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的消息 但是如果要让我说 你就要帮我治好我的腿 好 我这里有一个 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的消息 但是如果要让我说 你就要帮我治好我的腿 好 那人也不扭念 魔尊请出了魔族的大供奉 意图抓到你身边的人 用来要挟你 他们的目标 应该是你四座城池的 现任城主 不过具体抓谁 我没有打听到 白凤薇深呼吸一口气 如果是真的 这确实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消息 不管魔尊要抓谁 白凤薇都不会让他得逞 白凤薇把白妖妖 派出去了白里寒那里 把白大壮 派去了南容城峰那里 另外 让池苍吴 去钟离妹那边 照看一二 山关林所在的地方 距离魔族最近 白凤薇决定亲自去看看 白凤薇和此人的交易 很快达成 让他暂且住在神山 方便治疗 同时还让余无伤 来给他诊断了一番 两人商量这些的时候 完全没有避着 精灵族女王 他有些难以置信 白凤薇为什么 会这么放心他 然而他问出口的却是 魔尊知道我在神山吗 他准备来救我吗 没听魔尊 或者任何人说过 要来救你 而且我看你在这里 待得也挺好的 哪个俘虏像他这样 能自由走动 自由听别人 商量机密大事的 你是地牢的人 你知道的事情 肯定很少 魔尊一定会来的 对不对 白凤薇让人 给来人安排住处 他拉着精灵族女王 离开了偏殿 你别拉我 我还有坏问那个人 你以为我喜欢拉着你吗 你要有信心 直接等着不就行了 何必这样 一次又一次的求证 如果一段关系 一种感情 需要你一次又一次的 丢弃自己的尊严 那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你知道什么 魔尊是在乎我的 即使他同样也喜欢你 我在他的心中 同样重要 别别别 你喜欢魔尊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千万别说什么 魔尊喜欢我的话了 但是 他明明这样说过 你管他说什么 你要看他做了什么 你好好想想 他为什么说喜欢你 是因为 他想要得到精灵族 之后他得到了 就把你一脚踢开了 现在精灵族 对他的作用 没有那么大了 他就可以当做 一条重伤的 小狗一样丢弃了 另外 你知道我曾经多少次 在魔族和魔尊的手上 私里投生吗 所以别说什么 他喜欢我的话 你我之间没什么 非要做仇人的理由 不过我也要提醒你 他也是不喜欢你的 即便有那么一点点喜欢 那也是随时 可以被杀掉的存在 精灵族女王颓废地坐在 一边的石凳上 那我就不能是 那个例外吗 你可以是别人的例外 却不可能是魔尊的例外 别人的例外 我还能喜欢上别人吗 白凤薇不想回答 他这个问题 感情的事情 实在是说不明白 我放过了精灵族 所以呢 你想说什么 加入我 你一起对付魔族 把精灵族丧尸的尊严 捡回来 精灵族女王 暗暗握全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你是处于 我这样的位置 你会怎么做 没有如果 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 我们的处事方法不一样 选择也会不一样 结果也会不一样 我马上会出发 前往魔族边境 这一次 魔罪一定会出现 到时候你亲自确定 她到底在不在意你 如果你还是选择她 那我无话可说 我会放你离开 到时候我们就是 真正的死敌 再次见面 我不会再留守 精灵族女王 静静地坐在那里 想了很久 白凤薇回去之后 炼制了一些弹药 留给了魔族地牢的那人 莫九黎独守神山 想要和白凤薇一起去的她 被留下来带孩子了 莫九黎委屈巴巴地看着她 白凤薇心中一阵酸胀 只好是给了她一些好处 和莫九黎说了一声之后 就带着精灵族女王离开了神山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去可能会丧命的地方 那个人不是说魔尊 抓那些人是为了引你前去 他是想杀你是吗 你看你挺聪明一人 奈何爱错了人 别说了行吗 我没有爱错人 我们之间 只是忽然出现了你而已 所以你觉得只要我死了 你们就可以双宿双飞了 拜托啊 我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好吗 难道不是吗 你被魔尊抓去之后 他之前对我的遗人 就完全暴露出来 然后因为你 他就把我赶走了 他那是利用 既把你应该对他的怨恨 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就成功地把你赶出了魔宫 我也是受害者呀 只要在这些事情中 不掺杂个人感情去看 就能一眼看穿 其中的弯弯绕绕 精灵族女王 有点羡慕地看着她 你是如何做到这么清醒的 你这么清醒 去如何和妖尊 建立那么深厚的感情 清醒不好吗 有些人糊里糊涂的 却喜欢一个 不知道值不值得的人 有的人清醒的 缺爱值得自己爱的人 如果妖尊喜欢上了别人 你会怎么办 看情况吧 要么干净利落地离开 要么心狠手辣地报复 正在神山的墨酒里 忽然耳朵一烫 心想 一定是小维尔在想她 她就知道 小维尔舍不得她 她不带她去 她就自己去 所以你是觉得 我应该报复 你想报复吗 不想 即便她已经知道 魔尊只是利用她 甚至一点也不喜欢她 她都无法忘记 在她绝望的时候 是魔尊忽然出现 让她得以逃生的 白凤薇不再多言 前方不远处 就是魔族边境 这里 上官林带领 北渊城的将士们 与其他修士联合 一起挡住了魔族的进攻 在刚刚落地 身边就冒住一些 黑衣黑面的人 辛泽宇 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我当时想问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猜的 辛泽宇撕掉了脸上的面具 露出了她原本的面容 江灵族女王在一旁幸灾乐祸 白凤薇 你看看你 敌人这么多 他们是来杀你的吧 你闭嘴 如果当时是我在山泉城 一定会趁机把你精灵族 全部歼灭 一个不了 若是你 敢往一剑就能把你射死 还能留你在这里叫嚣 就凭你敢和人族作对 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江灵族女王气急 好了 辛泽宇 我现在没空与你在这里浪费时间 人黄传承你还是死心吧 我不会让步的 不远处 一阵响动忽而落下 众人看向那边 快速地跑了过去 江灵族女王的修为 已经被白凤薇恢复 辛泽宇带着自己的人跟上 白凤薇 你就是我的克星 如果没有你 人黄传承就是我的 老实说 我挺不想要这个人黄传承的 因为拥有它 随时都会丧命 辛泽宇又怎么会知道 得到人黄传承的代价 是守护人族 拥有越强大的力量 就越不应该用这些力量 去成全自己的私欲 而且可惜了 这个世界 就是偏偏有我的存在 很快 他们来到一处崎岖不平的山崖上 往往小二 也敢与老夫过照 山关林忍着剧痛 再次冲天而起 既然你想要找死 那老夫就成全你 反正死不死无所谓 能引来神女就行 白凤薇出现 揮吹了魔族大供奉的攻击 魔族大供奉收回魔技 神女 你出现的倒是很及时 薇薇 你怎么来了 你先治疗 这里交给我 哼 既然来了 那就直接把命留下 同样的话送给你 喂 魔族有没有来 他是不是来救我了 谁也没有理会他 骤然 白凤薇和魔族大供奉 同时动了 铺天盖地的魔气 和金光闪闪的灵气 在空中威压阵阵 其他人不得不退后 至远方观看 那魔族大供奉的气势 滔滔不绝 一般人在他手上 握不了一招 欣泽宇在此时 看到了神女真正的风采 他第一次看到了 自己与白凤薇的差距 魔族大供奉 取出了一只长矛 强劲的魔气 鱼灌而出 乌云压定 黑云中闪电雷鸣 白凤薇的天谴之力 已经落下 两道力量撞击在一起 造成了毁天灭地的力量 空中安静了下来 人呢 忽而 一黑一金色的流光 在空中快速地闪光 震动苍穹 魔族大供奉 放出了自己的契约兽 一只浑身燃烧着 毒焰的灰色大狗 他出现在空中的同时 就朝着白凤薇飞奔了过来 白凤薇并未出现半分的惊慌 而是直接祭出超强法阵 法阵是一个个金色的圈套 恶狗看到这些燃烧着 火焰的圈圈之后 忽然变得难以自制 跳进了这些圈套之中 恶狗忽然像是 马戏团驯化了的猛兽 在火圈出现的时候 暗部就般地表演着特技 魔族大供奉健壮 脸色十分地难看 忽然离开他的身体 直接冲着白凤薇飞奔过来 等的就是这一刻 白凤薇干净利落地 将困住恶狗的圈套收紧 急火之焰落下 将魔兽淹没在火海中 魔族大供奉健壮 立刻出手营救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他低估了急火之焰的威力 魔兽的惨叫声回荡在空中 七里恐怖 毒焰是他的致命武器 也是他的保护罩 一旦毒焰离开他的身体 他自己在如此强大的急火之焰下 不堪一击 不过事情还没完 真正厉害的毒焰 有自己存活的能力 毒焰叫嚣着 已经把白凤薇包围 只要是被毒焰伤到的人 一定会被腐蚀而死 新泽宇咬紧牙关 只要神女一死 他就能立刻得到人皇传承 只是心中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 如果他死了 这里的所有人族都活不了 他也不例外 神女 不过如此 才刚刚说完 毒焰一声爆炸 化作一传传青烟 消散在了空气中 白凤薇浑身一尘不染 就连身上的衣媚 都是崭新呢 万道凤雨 拦截住了魔族大供凤的退路 现在 轮到他出手了 哼 杀我 你还不够资格 那就试试看 大供凤挡住白凤薇正面的攻击 想要往后退的同时 却被凤雨拦截 身上爆发出万道魔器 攻击的时候 脚下已经升起熊熊烈焰 还没等他解决完这些棘手的攻击 密密麻麻的精神力 已经从天而降 魔族大供凤已经无处可逃 在把魔族大供凤困住的时候 白凤薇换了一把剑 空中电闪雷鸣 无数金光在云层身后闪耀 魔族大供凤露出了惊恶的神情 这怎么可能 神女的修为明明还没有恢复 她不应该是她的对手 但事实是 她如今根本就无处可逃 天谴之地 郑重魔族大供凤 不得不燃烧生命力抵挡 生死关头 谁都想活 就在魔族大供凤生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天空忽然乌云密布 数万只乌鸦扑冷着翅膀出现 魔尊清明出现在空中 魔族大供凤露出了希望的神情 下一秒 她感觉身上一清 自己被救了 虚脱的魔族大供凤 被乌鸦拖着离开了子弟 白凤薇暗自咬牙 想不到魔尊会忽然出现 就差一点点 魔族大供凤就没气了 不过 修为最多还剩下一成 还受了重伤 即便活下来 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魔族大人 我在这儿 白凤薇记住精神力 将她拉了回来 你是想死吗 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 莫过于神女 如果精灵族女王 敢靠近她半步 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让她灰飞烟灭 白凤薇 你说过 如果魔族来救我 就会放我离开 你忘记了吗 你问问她是来救你的吗 神女是不想别的女人 靠近本尊 很好 本尊很高兴 白凤薇无语 又被此人添油加醋地算计了 白凤薇 你放开我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口口声声说魔尊不喜欢我 其实是你 不想让我靠近魔尊是吗 白凤薇不予理睬 而是看向精灵 我可以放了她 你要保证不杀她 不伤害她 你凭什么让我保证 本尊不是来救她的 看见了吧 她不是来救你的 江灵族女王心脏像是被什么揪着 一阵一阵地疼 不断挣扎 你放开我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白凤薇 你以为这样 我就会感激你吗 你别多管闲事 你放手 好 白凤薇忽然收了精神力 放开了精灵族女王 失去束缚的她 静止往魔尊的方向飞奔而去 如果说魔尊是一团火焰 那她就是一只飞蛾 奋不顾身 轰的一声 精灵族女王在靠近清明的时候 被她的魔气震飞 直直往下坠落 此时此刻 她的世界仿佛已经停止 那些异乡情怨的痴情 就是一个十足的笑话 一个自我感动的骗局 精灵族女王砸在地上 忘记了身上的疼痛 原来 这才是她的真面目 天空电闪雷鸣 清明已经出手 周遭的万物忽然停止了运动 时间静止 死气沉沉 即便你识破了本尊的计谋 你以为你就能逃过一死吗 清明身后 有一圈光芒闪耀 那是成神的征兆 她之所以在此时决定 前来击杀白凤薇 是因为她的实力 已经快恢复到了全盛时期了 面对暂时比自己厉害的清明 白凤薇依旧面不改色 你觉得你能杀死我吗 你要是有这个本事 一千年前你就成功了 又何必等到今日 说话的同时 白凤薇身上有无数流光闪烁 以她为中心的世界 开始从灰蒙蒙的一片 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风骤起 被钉住的大树 再次自由地咬夜起来 被暗了散停尽的小动物们 继续蹦蹦跳跳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神女果然是极高一筹 既然魔尊这么有自知之明 那我就接受你的夸奖吧 清明咬牙 气息沉冷 微压落下 周围的树木 顿时被粉碎沉没 白凤薇也毫不保留地出手了 梁某身影在空中划过 肉眼完全看不见他们的踪影 不知过了多久 天空一声巨响 空间震动 一个身影从半空中苟然坠落 新泽以剑撞 提剑飞起 准备给白凤薇致命一击 当她越来越靠近白凤薇的时候 却清晰地看见了 她满是伤痕的身体 原本要刺中她心脏的剑 被她收了起来 转而是接住了她 哼的一声 两人撞击在山崖上 身体差点四分五裂 白凤薇支撑着身体站起来 没有理会新泽语 此人在最后收了手 至少她应该明白 她现在死了 他们也活不了 清明出现在空中 看了一眼被白凤薇砸得 爬不起来的新泽语 语气更是阴阳怪气 神女不愧是神女 居然有这么多追随者 本尊自愧不如 魔尊还挺有自知之明 知道不如我 本尊这是嘲讽 你听不懂吗 听懂了 她说我不在了 清明咬牙 心筋暴起 你怎么一点没变 说得好像你变了一样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不要对我平头论足 你没有资格 魔尊弃邪 走身弃运翻涌 头顶有数万只乌鸦 在盘旋飞舞 随时准备冲向白凤薇 把万古魔石还给我 上次她把白凤薇的东西 全部收了过去 没有见到万古魔石 在什么地方 万古魔石 是我凭本事得到的 你就别想了 白凤薇也已经暗中 聚集了天地之力 只要实际一到 就给魔尊重重一击 天空风云变幻 光是无形中的威压 就能让人喘不过气来 那是本尊的东西 要么你乖乖自己交出来 要么本尊亲自动手 魔尊双眼溢出红色的光芒 显然已经生气 就在此时 天边出现一人 魔尊是欺负我 神山没人了吗 想和我师父动手 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夜影飘荡过来 与白凤薇对魔尊 形成了夹击之势 这又是谁 新泽宇等人惊讶 竟然和魔尊长得一模一样 而此时 最为震惊的人 是精灵族女王 原本躺在那里 心灰意冷的她 忽然看见夜影的样貌 整个人都呆住了 怎么会这样 她先是不可思议 又是心跳加速 之后 又是哭 又是笑 此刻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而这个真相的来临 让她悲痛万分 原来 救她的人 根本就不是魔尊 而是与魔尊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一直以来 魔尊都在骗她 因为她 葬送了多少 精灵族的修饰 她有罪 魔尊 你卑鄙 你一直以来 都在骗我 忍着伤志的疼痛 拉弓 上弦 魔尊侧脸 手上紧紧抓着那只剑鱼 本尊可从来没说过 是本尊救了你 是你一直跟着本尊 手上的剑鱼 直接被她当作武器 射了出去 白凤威挥出一道 灵芒阻挡 只能是打遍了剑鱼 精灵族女王的肩膀 被剑鱼刺穿 她亮枪后退 是啊 是她认错了人 而魔尊 从未承认过 精灵族女王口吐鲜血 绝望至极 她甚至不敢去看眼夜影 她现在比当初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更加的狼狈 师父 这是谁 而夜影的问话 虽然声音不大 却也传进了 精灵族女王的耳中 原本就悲痛欲绝的她 更是无比的心痛 她甚至不记得她 精灵族女王 哦 听说过 白凤威 你拦着我做什么 本尊杀一个人 也轮得到你在这里阻挠 魔尊看起来很是暴躁 而这时 精灵族女王 已经召唤出白鹿 快速地逃离了此地 魔尊想要杀一个人 谁敢阻拦 是你没对准他的心脏 关我什么事 就是 精灵族之前帮助魔族 对付人族的事情 那么惊天动地 师父可不会管你杀不杀的 真是好徒弟 论无耻 你们真是 清除一篮而胜于篮 魔尊也不慌多让 把万古摩石给我 我今天可以饶你一死 你把命给我 我考虑一下 把万古摩石还给你 你觉得可能吗 既然知道不可能 就别白日做梦 万古摩石在我手上 但我不可能给你 那就怪不得我了 师父 你先走 叶颖化作一条巨龙 已经和魔尊清明打了起来 白风薇没有插手 只是在一旁看着 他要看一下 清明和叶颖的实力 都恢复到哪里了 清明展露出了真身 一团恐怖魔员 一龙一魔器 在空中混战 天目低垂 很快便引来了 惊雷和瓢颇大雨 战场从空中转移到了高空 否则 此处方圆百里 迟早会被毁灭 叶颖 你以为你能赢得了本尊吗 你永远会被本尊控制 你高看自己了 千年前我能控制你 现在依然可以 千年前我年纪上小 你不过是成人之威而已 本尊现在依旧可以成人之威 本尊现在就告诉你师父 你给予他很久了 赤叶真龙一声怒吼 冲击着混沌魔器而去 高空又是一阵阵兵荒马乱 你怕了 你也为了你内心的大不敬 而感到可耻是吗 虚语 混沌魔器和赤叶真龙 纠缠在了一起 动弹不得 慕尊 你真可怜 你永远不知道 你心中的真正相反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以前我以为是我喜欢我师父 直到我们真正的分开之后才明白 喜欢我师父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 不是我影响 而是你影响我 而我在这段时间已经明白 师父永远是我的师父 我一直尊敬他 爱戴他 我对他却不是男女之情 你说谎 你是个懦夫 你不敢承认 叶盈也毫不客气地回击 不敢承认的人是你 你没办法看清自己的内心 你以为的只是你 并不是真实的真相 清明逐渐暴躁 叶盈的话 印在了他的心中 像是要爆炸一般 本尊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人比本尊更了解自己 至于神女 他迟早要死在本尊的手上 本尊要让他灰飞烟灭 哼的一声 僵持着的两人分开 你承不承认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管不着 总之 我今天就明确地告诉你 在你我共用一个身体的时候 我没有影响到你 叶盈立于空中 清明情绪复杂 双眼星红 他捂着脑袋 表情扭曲 消失在空中 远处 魔族和人族的大战 也在此时接近了尾声 魔族溃败 大部队元气大伤 撤回了魔族境内 短时间内已经没有能力全面进攻 叶盈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他已经了解到魔尊 准备集中力量 全面进攻星月国 特意前来给白凤薇传递消息 而魔尊选择的地点 就是修罗渊 修罗渊 修罗渊一手难攻 之前的星月族居住在那里 现在修罗渊在人族的手上 他要如何进攻 就是修罗渊 魔尊应该是打算攻破修罗渊 然后从那里 直接同时突破星月国和云蓝国的防线 修罗渊属于星月国 但是不远处就是星蓝国的边境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我想在魔尊出手的时候 占领更多的魔族领地 具体时间能确定吗 魔尊已经等不了了 他打算七日之内到达修罗渊 大去进攻星月国 白凤薇立刻将这些消息 传递给了人族联盟 以神女的命令 让人族在七天之内赶到修罗渊 彻底将魔族阻拦在人族地界之外 同时进攻魔族 这一次不能再让魔族有喘气的机会 星月国 蓝青州等几位皇子坐在一起 神女是疯了吧 她想要进攻魔族啊 确实有点意外 这很符合她的性格 把魔族赶出去之后 他们还会再来 只有把他们彻底打趴下 才能一劳永逸 蓝青元手掌握了握 我支持 你们呢 几人相视一眼 就这样决定了 云蓝国 太子江玉晨已经召集了云蓝国的精锐 神山四城在各处的修士也被召了回来 组成了四城联合百万大军 这一次 白凤威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之后 叶颖回到魔族 继续潜伏 白凤威 人皇传承你拿不走 即便我想让给你 你也拿不走 你明白吗 我是想问 你为什么不杀我 你为什么不杀我 白凤威表示 不用谢 想杀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他在看到新泽雨的时候 就已经把此人在这里的事情传了出去 话音刚落 新泽雨 这次看你还怎么逃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看你往哪里跑 公子你先走 新泽雨站了出来 是时候将此事了结了 算你有种 今天你必死无疑 之前对两位多有得罪 不如今天我们将此事了断 我不会让我的人出手 只要你们能杀了我 我绝无怨言 如果你们今天杀不了我 那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 好 请神女见证 若是此人想耍花招 即便我们死了 也有人给我们报仇 白凤威站在一边 江源和蓝青染联合起来 也不是新泽雨的对手 不过 他们带来的人当中 有两人的实力 与新泽雨旗鼓相当 新泽雨已经答应 不让他自己的人动手 这场对决 还算公平 好 已经是废墟的山林 再次有争斗开启 蓝青染和江源相互配合 新泽雨拔剑出鞘 顿时 短兵相接 三人你来我往 赴一会儿 已经几十个招式过去 骤然 新泽雨爆发出一个气浪 蓝青染和江源 直接飞了出去 两人撑着站起来 丢了两颗丹药在嘴巴里 再次迎难而上 他们使用了两个仙气 两股力道 往新泽雨那边冲击而去 哼的一声 烟雾四起 新泽雨从中飞了出来 竟然只是气息不稳 并没有受伤 他身上同样拥有上品心气 而此时 蓝青染和江源 显然已经没有了再战的力气 如果他们不能杀了新泽雨 那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几道光影闪光 蓝青云和江源带来的人 已经将新泽雨包围 新泽雨的人健壮 也想加入 但是被新泽雨制止了 说好了他一人面对 就绝对不会食言 白凤薇安静地坐在高处 等待着他们的结果 在看什么 白凤薇抬眸 看着墨九里坐了下来 自然地往他那边依靠 全本是帮他们见证一下 可是现在怎么办 你来了我的眼睛 只想看着你 你把我一个人扔下 自己跑来这里 还说离不开我 我是怕你奔波劳碌 你不是还有伤在身 在小威尔的眼中 你的夫君就这么娇弱吗 墨九里的眼神 充满魅惑 白凤薇脸色一红 有种被撩到的感觉 你当然不娇弱 但这次 你确实是受伤了 所以你得听我的 什么也不能做 我已经好了 白凤薇动了动手指 手心莫名地滚烫 那待会儿 我帮你检查一下 如果真的好了 我就不限制你的行动了 我想做什么 也不能限制可以吗 墨九里定定地 看着白凤薇的双眼 他的影子 倒映在他青色的瞳孔里面 那一边的响动声势浩大 白凤薇赶紧把注意力 放回眼前的打斗上 好了之后 当然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那就好 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主人 墨九里脸上高兴的神色 忽然顿住 他要离开了 白凤薇放出白雪 让他盯着眼前的战斗 他则不舍地看着墨九里 你说 不走可以吗 墨九里抱着他 紧紧地 想要将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面 对于白凤薇的挽留 他无法回答 逗你的 你快去吧 注意安全 墨九里捧着他的脸 低头稳住他 用尽了毕生的温柔 等我 孩子们呢 他们我带走了 你放心去做自己的事 现在神山刚刚召唤回来 白凤薇这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白凤薇没有异议 就让墨九里把孩子们带回了九华山 目送墨九里离开 不远处 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 我赢了 我赢了 而另外一边也已经没有了战斗力 我们认输 白凤薇宣布 这场战斗的结果有效 从此 新泽宇和他们之间的恩怨 两清 新泽宇有种如是中夫的感觉 顺身往后一倒 昏迷了过去 他的人快速地带着他 离开此地 白凤薇递给江源和蓝清燃几颗丹药 把他们带来的人救醒之后 便离开了这里 下一站 修罗渊 须弥借金仙嘴角全是血 眼神中有一种叫恐惧的东西 他今天是必死无疑了 只能是握着零食 能活多久是多久 把灵石交出来 即便你是混沌魔器又怎样 当年你还不是被先尊抓住了 还抽取了你的灵石 任人百步 即便你现在有自己的意识 也逃不过被掌控的命运 清明明眼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先尊又是什么人 他总不能糊里糊涂的吧 白凤薇同样从此今仙的话中 听说了很多信息 清明的情况果然很复杂 你们把混沌魔器传送到星云大陆的目的是什么 本金仙死也不会告诉你们 他堂堂仙尊座下十二金仙之一 竟然在星云大陆遇到了难以敌对的对手 把灵石交出来 放你走 他也不是非得问出什么来 只要清明得到灵石 吸收之后 就自然而然的能够知晓一切 你以为本金仙会相信你们的话吗 清明看向对面的白凤薇 挑眉 他不相信你说的话 还不是好歹了 白凤薇白了他一眼 那你直接杀了他 反正我那边的人已经解决了 你说了 之前的打赌 希望你不要耍赖 本尊一言九鼎 既然你已经赢了 本尊自然会答应你的一个请求 希望你说话别那么自以为是 那是约定 是要求 而不是不平等的请求 什么 你杀了灵桥金仙 不然呢 你不是也快要死了 这怎么可能 就凭你们 怎么可能杀死灵桥金仙 事实就是如此 我也没有办法 他就是那么不斤打 我都还没有使出权力 他就死了 你们在我的眼中 就是雷声大 雨点小 一点也不中用 这些话蕴含着深深的鄙夷 此金仙气息紊乱 呼吸急促 像是被气到了 妖女 你等着 即便我今天云落了 你也活不久 先尊会带人踏平 整个星云大陆的 白凤薇又捕捉到了一个信息 先尊 谢谢提醒 到时候 我会连同你们的先尊 一起收拾的 凡是浸犯星云大陆者 那就要做好把命留下的准备 此金仙气节 一个女人也敢大言不惭 到时候先尊 一定会把你抓回去好好教训 看你修为不错 确实是一个上乘的修炼容器 忽而 清明已经趁内人不注意 拿到了灵石 此人的注意力 都被白凤薇吸引了过来 就连清明什么时候出手的 他都不知道 他终于想误了过来 你是故意的 你故意激怒我 吸引我 为的就是让混沌魔器拿到灵石 在他们进入星云大陆的时候 这两人明明就是敌对的关系 为何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到如此默契的程度 甚至都没有商量过 一人高调语言输出 另外一人 就默默地找准了机会下手 快准狠 他甚至没有抵抗的余地 你只猜测对了一方面 我确实是想要扰乱你的心神 不过我说的话 也全都是实话 在贬低和看不起你的时候 却无半点虚言 此金仙胸口憋慢 甘气欲解 顿时忍不住地吐出口鲜血 感觉我都不用动手 你自己就死了呢 感觉我都不用动手 你自己就死了呢 嘲讽 赤裸裸地嘲讽 你你你 此金仙之前就被魔器侵扰 此时想要动手 却已经是力不从心 我听说你们很看不起女人 那就由我这个 你们看不上的女人 来了结你的性命吧 不用谢我 我也是好心在你临死之前 给你上一刻而已 七弟的惨叫声刚刚升起 便已经淹没在了冲天的火焰中 此人彻底的消失在了天地间 清明一只手捧着那一团璀璨雾气 内心激动 所以我不是我 你赶紧把它吸收了 免得夜长梦多 你不会在我吸收零食的时候 对我下手吗 白凤薇认真想了想 应该不会 应该是什么意思 就是看情况而定 你先吸收吧 谁知道这混沌魔器到底是什么情况 如果有了零食的混沌魔器更加的暴力 甚至比之前更加的想要毁灭星云大陆 那还是得想办法杀掉 精明嘴角抽搐 那我还是一个人的时候 悄悄吸收吧 你在这里 我很没有安全感 你确定吗 你不觉得有我在这里帮你护法 更加的安全吗 不觉得 算了 白凤薇不想说太多 本来还想看看关于他和须弥界这些人的纠葛 但是清明警惕心太高 他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好吧 我就不亏太你的隐私了 但是之前你说的话 还记得吧 什么话 先杀死敌人者 可以向对方提一个要求 我输了 你想提什么要求 清明静静地看着白凤薇 内心在猜测 他到底会说什么 不知为何 此刻的清明有些紧张 我的要求是你退出魔族 并且不再对人族出手 一双柔和的眼睛 透着清冷的气息 他静静站在那里 风吹来的时候 似乎吹动的不是他的衣媚 而是清明不动如山的心脏 清明屏息凝神 收敛了脸上的表情 沉默伴上 好 听到他答应了 白凤薇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如此 人族和魔族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战争 从此刻开始 将会彻底的平息 希望每个族群之间 都能和平共处 看着他一脸轻松的模样 相迎不知不觉 跟着有些豁达地笑了笑 你这个表情 让我觉得 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娇屎官 不不不 你不是娇屎官 因为我们不是使 你还能再恶俗一点吗 堂堂神女 为何如此促俗 无妨 毕竟我也不用在你面前 装什么高雅 说真的 如果不是我不死不灭 你会杀了我吗 会 白凤薇不加思索的直言 她是神女 不是圣母 如此诚实的话 让清明深吸了一口气 咬牙切齿 我也是 我是真的想杀了你 所以现在共同的敌人解决了 是要了结咱们之间的恩怨了吗 清明看着他后退两步的模样 内心无语 他们刚才不是才联手的吗 怎么把他用完了之后 就扔掉了 本尊现在没空理会你 不过 咱们之间的账 总有一天是要清算的 清明站在不远处 用他生平最平静的神情 看着白凤薇 只要你算得清 尽管清算 白凤薇也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离开 眼睛的空气忽然空荡荡的 清明的心也忽然一下子空荡荡的 他收敛起这种异样的感觉 虚语 白凤薇去而复返 躲在暗处 看他吸收灵石 只见清明盘腿而坐 在灵力和自身磁场的作用下 灵石从他的额头 没入了他的身体中 一阵璀璨的光影 从清明身上炸开 好看至极 轻轻闭着眼睛的清明 身上的戾气和暴虐气息 像是蒸发了一般 在光影消失的时候 身上的衣袍 从黑色变成了紫色 白凤薇嘖嘖称奇 就是不知道 他知道了些什么 他很想去问一问 但是碍与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还是决定另想办法 确定清明的灵石归位之后 白凤薇转身离开 不然被发现之后 又会起冲突 白凤薇 他发现了白凤薇的存在 想要喊住他 却已经是晚了一步 他此时的神情复杂 他是混沌魔器 本来他应该有 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却在关键的时候 被须弥剑弥陀仙尊捕获 弥陀仙尊抽取了他的灵石 将他变成了一个 毁天灭地的魔物 之后 把他传送到了星云大陆 他在落入星云大陆的时候 刚好落在了白凤薇的身边 白凤薇修为身后 直接影响了混沌魔器 就是在那一刻 混沌魔器生出了另外的意识 暂时忘记了 弥陀仙尊的指示 白凤薇修炼的无情道 混沌魔器在一次又一次的感染下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由于这一层关系 白凤薇间接性地 拯救了整个星云大陆 回忆起这些的时候 清明也有些庆幸 他一开始就遇到了白凤薇 以至于他的罪孽 没有那么深重 只是他内心又是落寞的 他终究是错过了太多的东西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弥陀仙尊总有一天 他会去找他算账 这一切的起因 全都是那个人 在想起白凤薇的时候 清明感觉到一阵阵的心痛 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健全的 如果他有心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此刻的清明内心在颤抖 他没有因为自己 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而过多的激动 却因为看着白凤薇远去 而颤抖不已 白凤薇回到修罗院 套铁已经离开了时间裂缝 只有巨带的裂缝 躺在虚空中 恐怖又震撼 喂 师父 神女 那边怎么样了 那人已经死亡 清明拿回了他自己的灵石 已经吸收完毕 不过我不知道他想起了些什么 我暂时与他在口头上达成了协议 他推出魔族 并且不再和人族作对 叶眼和赤仓吴都送了一口气 这样一来 对人族和魔族来说都要好处 三人没有多说 眼前最棘手的事想 是天空那道裂缝 我们都没有时间能力 想要修补这道裂缝 只能是利用法器 能够修补裂缝的法器 只有你的追影灵镜 没有了追影灵镜 你就少了一种保障 现在情况并不紧急 不如我去找五彩石回来 五彩石可恋是补天 虽然繁琐一点 也是有效的 五彩石并不好找 我们现在不能躲 谁知道虚弥界的修师 什么时候会赶来 不能让他们再感知到这个漏洞 之前那三人 就是通过这道时间裂缝过来的 所以一定要立刻将裂缝补上 白凤薇不顾身边人的反对 祭出了追影灵镜 等一下 我来吧 这是我弄出来的 理应由我来填补 天地变色 一道光束自青云身上 直接连接到了空中的裂缝上 裂缝开始愈合 没多久之后 时间裂缝便消失不见 收回视线 白凤薇三人看向清明 似乎有千言万语 却又相顾无言 最后是清明先开口了 你们想问什么 夜影和池仓舞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这是清明吗 他看起来怎么不一样了 什么都想问 不如你把自己知道的 都说一说 之后 清明把关于自己和关于须迷界的事情 告诉了三人 并再次承诺 不当魔尊 不缴合人族的事情 对了 我不当魔尊之后 我没有去除了 神女 以后你就负责我的吃喝拉撒吧 你这想碰瓷还想报复 天大地大 哪里都是你的容身之处 别来这里吓唬人啊 白凤薇第一感觉就是 清明在想着什么后招 等算账的时候 好先发制人 就是 你一辈子不吃东西都可以 吃喝拉撒这种小事 根本就不需要有人安排 夜影觉得 清明就是想赖上他师父 看清明的眼神 明显的与之前不一样了 对于他们的排斥 清明也不在意 现在我不能去魔族 人族更是容不下我 所以 你必须收留我 他一个前魔尊 去了魔族之后 显得有些尴尬 而人族 他对人族造成了 那样惨烈的代价 人族一定对他恨之入骨 别人来找他麻烦的时候 他又不可能任人宰割 一旦动起手来 又免不了的 要伤到人族修饰 这样一来 新的矛盾又会升级 你可以找个 没有人的地方修炼 过隐居的生活不就行了 我不喜欢安静 我喜欢热闹 夜影眯着眼睛 又不想拆穿他 师父是不可能收留你的 毕竟你之前做的事情 就摆在那里 谁敢收留你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然呢 把他带回神山 那是不可能的 只要他不在 神山就没有人 能够压制得了他 到时候他想干什么 还不是他自己说了算 那相当于引狼入室啊 这种风险极大 又毫无好处的事情 他是不会做的 我之前做的事情 确实是不好 但我现在已经改过自信了 正所谓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你们不要拿老眼光 看我行吗 不行 我刚才不是已经 把事情的经过 告诉你们了吗 嘴和祸首 是那个迷途先尊 我现在已经不是 原来的我了 我现在很理智 情绪很稳定 也不会被别人影响 那也不行 总之你自己照顾自己 别想靠久师父 现在师公不在 他得帮助他 把一切可能的情敌 拦截在外 白风薇点头表示认同 你又不是柔弱不能自理 你这样贸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让我觉得你另有图谋 清明语色 他确实有别的想法 但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而且那个迷陀先尊 我们都没有见过 谁知道是不是你的片面之词 所以你的话有待考证 这还用考证吗 你看看他们来星云大陆 是干什么的 那种败类 已经够丧心病狂了 迷陀先尊可是想用 整个星云大陆 修饰的生命力 给自己续命啊 他虽然不是好人 但你自己不明白 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吗 我可以发誓 你要发誓 也等我们离开之后 不然我们怕被天雷波及到 清明内心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你们就这么狠心吗 你要这样想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还有事 你自便吧 你们就这么放心 让我离开 你们不觉得 把我放在身边 更加的稳妥吗 白凤威三人对视一眼 异口通声 不觉得 还没等清明反应过来 三人已经消失在眼前 神山甲兵见神女离开 同情地看了清明一眼 反护了神山 清明站在原地 苦笑 你们妖尊呢 妖尊大人去了北明之渊 果然 白凤威就知道 如果不是他非要亲自去的地方 墨九黎是不会离开他的 他把刚才的战斗情况和现状 告诉了孔之兰之后 让他们返回了九华山 他则去了北明之渊 寻找墨九黎 来自魔族的危机已经解决 而另外的危机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 北明之渊高山上 寒风凛灭 白凤威望着虚空 不知道墨九黎在什么地方 正当他准备进入虚空查看的时候 白凤威又见面了 你来这里是想回虚迷界 我是来找你的 但他没有这么说 现在还不打算回去 我只是想四处看看 什么地方能吸引我 我好暂且找一个容身之地 他的语气越发的委屈 似乎谁抛弃了他一般 不过 我总是要回去一趟的 我与弥陀先尊的仗 一定要清算 现在的我去了 也是送死 只能是等实力更加精进之后 才能踏入虚迷界 你是相等修为 跨入至尊神的境界 然后去报仇 悬空九阶之后 只要能跨过那道坎 就能成就至尊神 上天入地 颠倒乾坤 无所不能 墨九黎已经是至尊神 清明如今距离至尊神 只有一步之遥 白凤威恢复实力之后 只要有一个契机 他就能成为至尊神 叶影重塑真身之后 成为至尊神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不 他的实力 远远要比至尊神的境界更高 更邪门 所以 要多少个至尊神 才能打败他 不止 弥陀先尊已经存在了很久 还没有人能打探到 他修为的极限 再加上 他在暗中修炼了邪术 更是给他增加了 一个恐怖的辅助 两人陷入了沉默 白凤威内心开始紧迫起来 他要开始吸收仁皇之力了 仁皇当初打败的 兴许就是须迷戒的人 而这北明之渊 就是当时的战场 这里的禁止 阻止的 就是须迷戒修士 空中 墨九黎的声音传来 小薇尔 一说 墨九黎同样 眉眼阴晕地看着他 忽然 脸色骤变 他瞬间出现在白凤威的身后 还没等他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听到了 已经在他身后的墨九黎 发出了闷哼声 你说你怎么了 清明的手悬在半空 想不到会是这样 白凤威看见了清明僵硬的动作 清明 你做了什么 我没事 我只是想在你身上 下一道咒印 什么咒印 清明自知理亏 心虚道 这个咒印是让我们之间 距离不能超过一千米 这样 我就可以跟着你回去了 只是现在这个咒印 落在了墨九黎的身上 距离超过一千米 墨九黎就会痛苦不堪 你有病吧 你搞这种事情的意义在哪 这不能全怪我 谁让你不收留我 把咒印解了 这个咒印一时解不开 他本身就没有想着解开咒印 所以下咒印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给咒印设置时间限制和解咒术语 白凤薇还想说什么 无妨 不是什么大事 别生气 听到墨九黎的话 心情顿时就好说了不少 你要跟就跟着吧 然后 带着白凤薇 转身离开 你们去哪儿 回妖族 也好 我还没去过妖族 托你们的福 现在可以去开开眼界了 妖族对于清明来说 确实比人族安全了不少 至少他觉得 他和妖族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妖族的人看见了他 并不会喊打喊杀 墨九黎和白凤薇并未理会他 白凤薇召唤住了坤 坐在上面 颇有些悠闲自在的感觉 你说 你这几天去哪里了 解决了几个想要潜入星云大陆的修折 顺便去了一趟虚迷界 白凤薇就知道 他又把危险拦截在外了 想起他上次受伤 白凤薇连忙伸手去摸他的胸口 想看看他的伤 有没有彻底好了 等一下 现在还有外人在 外人 白凤薇瞅了清明一眼 清明 你退后一点 我要给严蛇检查一下伤口 墨九黎目光柔和地看着他 原来只是为了检查伤口 给我看我的不看 哈有的 难道我没有吗 那就离远点啊 清明气愤地站起来 退到坤的尾巴上 背对着他们 身后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 他内心一阵气满 烦躁得不行 白凤薇摸了摸墨九黎 光洁如心的胸口 之前的伤势已经完全好了 一点疤痕都没有留下 他又给墨九黎全身检查了一遍 确定他真的没事 才把心放下了 看好了 好了 墨九黎没说什么 只是搂着他 靠在自己身上 你呢 好多了吗 我吃了丹药 很快就会好的 他话音刚落 一道清凉的灵力 就传遍了四肢百骸 墨九黎的治疗术 比他的丹药还好用 只是比较费墨九黎 白凤薇把须弥借三人 落入修罗院的事情 告诉了墨九黎 墨九黎顿时身体僵硬了一下 好在白凤薇无视 清明过来表示之后 不会随意打开裂缝 而墨九黎这次 把北冥之冤的禁制 加固了一程 现在人族和魔族的冲突 已经解决 如果虚迷界找不到星云大陆 那星云大陆 就能进入安稳的时期 不说其他的 白凤薇只想和墨九黎 好好地待在一起一段时间 没过多久 白凤薇趴在墨九黎的身上 睡着了 清明极度地瞟了墨九黎一眼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认识不久 才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是一见钟情 看到彼此的第一眼 就已经撕定了终身 墨九黎说这些话的时候 有模有样 明明是他死皮赖脸地 跟在白凤薇身边 白凤薇才同意和他在一起的 一见钟情 当时他被人陷害 扔进了古墓中 若不是我刚好出现在那里 他可能要吃一些苦涛 这大概就是缘分吧 我们注定要在一起的 要不然为什么偏偏是我 出现在那里呢 他堂堂神女会被人陷害 他当时一点灵力都没有 元神刚刚归位 我都不知道他是神女 他自己更是什么也不记得 他还觉得自己是从别的空间 穿越过来的灵魂 说到这里的时候 墨九黎的语气带着点心疼 早知道他会爱她 爱到如此地步 当时他就应该忧着一点 他第一次的时候 承受了太多 这还不是因为 他把元神送到了一切空间 不然又怎么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那还不是因为你 清明无话可说 把目光落在白凤威的脸上 我会弥补他的 大可不必 什么人也敢来和他抢小威尔 墨九黎是不会让清明得逞的 那是我与他之间的事情 你管不着 我们现在是夫妻 你说本座管不管得着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没娶他 谢谢提醒 这次回去我就把这件事情办了 反正现在小威尔也闲了下来 他有的是时间待在本座的身边 反正神山有赤仓无作证 他的小威尔不需要时常待在神山 既然你还没娶他 我就还有机会 我们公平竞争 不 你没有机会了 你不了解他 就像你不了解之前的自己一样 日子还长 我可以等 清明此时的样子 像极了痴情的男儿 当初他们之间还没有莫就离 明明他心中想的是他 却被造化弄人 成了他的敌人 他永远也不会选择你 你又不是他 你怎么知道 之前在修罗渊 那几个须迷界的修者 可是我与他联手打败的 你想想看 他愿意与我联手 又不杀我 他一定是对我有恻隐之心的 你别自作多情 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 到时候爱而不得又发疯 别怪我不留情面 已经跟你说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你怎么还拿老眼光看我呢 看看你刚才做了什么 再来说话吧 近身骤印也是一个正常人 能够施展出来的 我这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你以为你就清白吗 依我之见 你一定是用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 他才和你在一起的 别以为他不知道 白凤威修炼的是无情道 他根本不可能 对一个人一见钟情 我和他确实是一见钟情 只不过一开始 他不明白自己的心而已 那他后来 怎么又明白了呢 这说起来还得感谢你呢 因为他重新开始修炼的时候 从来没有修炼过 无情道的心法 所以只要我是真心的 让他打开心非是迟早的事情 当时的白凤威 一点灵力和修为也没有 在喜欢上他之前 他是没有无情道在身上的 这是巧合 更是命中注定 我不会放手 只要他能接受我 我不介意你的存在 莫九黎实话了一秒 你脑子没问题吧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你看哪 如果微微不愿意放弃你 我当然只能接受你的存在 莫九黎静呆了 是什么让清明 生出这种想法的 还没等他反驳 男子三妻四妾多的是 微微多一个夫君又能怎样 你放心 我不会和你打架的 到时候我们一起照顾他 闭嘴 微微也是你能叫的 还有 别让我再听到你这种想法 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这些话要是被白凤威听到 他一定会恶心死的 你是不是太小气了 我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了 不然到时候我赢了 你就只能是国家寡人一个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清明一副自己的建议很不错的样子 你想多了 微微喜欢什么样的 我可以学的 你还是先学会如何做一个人吧 你这个建议不错 我是得好好放下身段 看看这人间的人生百态 到时候就能更好地了解 微微心中是怎么想的了 他毕竟是混沌魔器 一直以来对世人都知之甚少 你想做人是吧 等到了妖祖 本座可以教你如何做人 莫九黎语气轻飘飘的 但明显的他已经想好怎么折磨清明了 清明望着前方 似乎是在回忆什么 其实我曾经也是有过机会的 只是我没有把握好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种异样的感觉是什么意思 以后这样的想法就不要再有了 小维尔是我的 要不是他抱着白凤威 早就和清明动手了 清明侧颜看向白凤威 他睡得很久了 你应该累了吧 要不换我抱一下 清明生生受了磨酒了一掌 你寻人偷袭 你最好学会闭嘴 清明顺了顺气息 不知好人心 莫九黎白了他一眼 不想继续理会他 白凤威这一觉睡得很香 鼻尖都是莫九黎的气息 等他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到了九华山 就看到了几双眼睛看着自己 萌萌哒的模样 简直就是可以瞬间融化他的心 娘亲娘亲 你醒了 我们等你好久了 娘亲 你是不是把我们忘记了 爹爹也是 把我们丢在这里之后就离开了 娘亲是干大事去了 湘翁爷爷不是已经告诉过我们了吗 白凤威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娘亲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都很想你 特别是妹妹们 他们每天晚上都要抱着你的衣服 才能睡着 不过娘亲你别担心 我们都有在照顾妹妹们 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 墨绝尘在一边霸气十足 娘亲 我们就是来看看你 你继续睡觉吧 我们去给你准备好吃的 准备好了再来叫你起床 几个孩子都很听墨绝尘的话 白凤威还没来得及说话 六个孩子就蹦蹦跳跳的出去了 他躺回床上 看了看窗外 先想 自己睡了多久啊 大脑空白了几秒之后 他从床上爬了起来 白凤威抬眼看去 看到的是发着光 身上的每一个动作 都被放慢了的墨绝尘 每一次看到他 还是会有心动的感觉 好看吗 喉咙滚动 不等白凤威回答 墨绝尘就吻上了白凤威的唇 好久没有在一起的两人 都无法抗拒着 内心深处的渴望 不知不觉 两人就滚到了床上 娘亲 饭好了 吃饭了 娘亲 你起来了吗 白凤威一把把墨绝尘推开 慌忙起身 把衣服拉好 刚刚做好这些 孩子们就都进来了 原来爹爹在这里啊 我们刚才还在找你呢 就是 爹爹 你怎么在娘亲的床上 这是我和娘亲的床 你们不要搞错了 哦 他们的模样乖巧的 就像是很好骗的模样 但现在是白天 爹爹你要睡觉吗 孩子们对视一眼 很明显 有自己的想法 难道我不可以白天睡觉吗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之前不是还说你很忙 现在怎么又有时间了 白凤威在墨绝尘的身后 降低存在感 我是来陪娘亲的 她最近没有睡好 所以我要照顾她 那还差不多 娘亲确实比你那些事情重要 不过现在娘亲一定饿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膳食 爹爹 你快让娘亲起床吃饭 不然待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好 你们先去 我随后就来 好嘞 你们快点 白凤威看着门口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刚才太危险了 墨酒里把她抱起来 换身衣服 先去用膳 今天的白凤威 穿了一件红色的衣裙 惊艳了所有人 哦 娘亲 你真好看 娘亲一直都很好看 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只是觉得 今天的娘亲更好看 他们奶伤奶气的声音 语气却是十分的认真 似乎是在讨论 什么惊天大事一般 先王 想不到先王也在 不然他早就出来了 白白让人等了这么久 墨酒里也不提醒他 丫头啊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这个臭小子把你弄丢了呢 他这个人冷淡惯了 我真是担心色了 墨酒里冷淡吗 他怎么不觉得 墨酒里是世界上最好的男子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离开他的 那就好 那就好 他如果惹你生气 你一定要告诉我 看我不收拾他 师父 我就那么不值钱吗 你自己没点数吗 整个九华山 白凤威排在第一 孩子们排在第二 墨酒里的地位 是一将再将 墨酒里识趣的闭了嘴 他不想自讨没趣 南越先王就是嘴硬 如果被揭穿了之后 更是会恼羞成怒 好了 开饭了丫头 你想要吃什么 让孽徒给你弄 你们好没良心 用膳也不叫我 还得让我自己上门 白凤威看见他 这才想起来 他也来了九华山 南越先王倒是 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只是吩咐加一双碗筷 清明往白凤威身边走 墨酒里拦住他 你的位置在这里 清明本想离白凤威近一点 但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娘亲 这是叶颖哥哥吗 感觉他和之前不一样了 我不是叶颖 我叫清明 你们叫我清明就好 妹妹 他就是以前那个摩尊 多次想要了娘亲的命 还对人族发动了残酷的战争 十分的可怕呢 哦 原来是他呀 这不是坏蛋吗 想不到 他居然长得和叶颖哥哥一模一样 如果我是叶颖哥哥 一定会不高兴的 两人小声讨论着 但是在座的都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吗 有没有人管管他们呀 还好 墨九黎终于发话了 虽然这是事实 但是你们也不能当着当事人的面这么说 快吃饭 不要因为不相干的人影响了吃饭大事 爹爹说得对 我们快吃饭吧 这一家人是故意的吗 白凤薇买头吃饭 别说 我想吃你面前的大猪蹄子 墨九黎把大猪蹄子挪到白凤薇的面前 不够的话我再让人去拿 我已经够了 你需要吃这么多吗 又不是吃你的 你没必要这么惊讶 小威儿想吃什么想吃多少 本座都不会说一句半句 他要吃整个世界 你也能让他吃吗 只要是他需要 本座会把全世界给他 清明 你最好给我闭嘴 没见过在主人家指手画脚的人 他吃个东西怎么了 他又没吃他家的食物 你看看吧 我不当摩尊之后 就没有人怕我呢 所以你还对摩尊之位耿耿于怀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 我现在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好可怜的 清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扮演起可怜的角色了 这里是妖族 你当然没有话语权 难道你还想要前呼后拥不成 清明看着墨九黎 弄了一碗汤给白凤薇 他也打了一碗汤给白凤薇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墨九黎是直接一勺一勺喂给白凤薇的 他看了一眼摆放在白凤薇面前 那一碗孤零零的汤 就和他一样 很不受待见 他似乎也看到了 他和墨九黎之间的差距 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吗 处处都是细节 他回想起之前的自己 好像真的很令人窒息 南云先翁似乎是看出了些什么 清明是吧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多谢先翁关心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只能是暂且在妖族住一段时间 你的处境也十分的为难 虽然天大地大 仔细想想也是无处可去 妖族当然有你的容身之处 不过不是自己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想 否则到时候又是一场灾难 南云先翁暗中敲打 清明看白凤薇的眼神太过直白 他虽然一声畏曲 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倒是想不到 这魔尊和传言中 还是有些不同的呢 先翁说的是 只是这些事情 也不是他能控制的 娘亲 我吃饱了 我也吃饱了 大哥哥 你们等我一下 等我 我还没吃好 慢点吃不用着急 待会儿娘亲陪你们一起玩 那我们去爬树吧 娘亲 你会爬树吗 我们还是去抓鱼吧 昨天就已经爬过树了 不不不 还是要下山去玩 我想吃外面酒楼里的膳食 你们自己去玩 别来打扰你们的娘亲 她今天没有时间陪你们 小威儿是她的 这几个小孩有没有眼力见 娘亲刚才都已经答应了 娘亲这几天要养伤 如果和你们到处乱跑的话 会影响到伤势的恢复 等她好了再和你们一起玩 那娘亲你先休息吧 我们自己出去玩了 白凤薇偷偷看了莫九里一眼 她的伤在路上就好了 莫九里看着她的眼底 闪着亮光 白凤薇只是看了一眼她的神色 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虽然有点离谱 却也没有反驳莫九里的话 那明天 娘亲带你们出去玩 好的娘亲 你吃完饭就去休息吧 孩子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山厅 有人跟着他们吧 有 放心吧 白凤薇也吃好了 和南越先王说了一声之后 莫九里他们俩也一起离开 后面 清明跟了上来 你们不等我吗 白凤薇呲哑 不想理会清明 不是我硬要跟着你们 是莫九里离不开我 一千米之外 她就会感觉到很痛苦 那你倒是把周燕解了呀 暂时真的解不了 反正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 住在这里就是多一双筷子而已 你们不要介意 清明这思维逻辑 倒是一如既往的清奇 白凤薇索性不去理会她 和莫九里坐在了一旁的凉亭里面 小薇儿 我有件事情想要和你商量 好 我听着 你说 她心中有很多猜测 能让莫九里这么严肃的事情 一定是非常严重和重要的 清明这时坐了下来 是不是你看上了哪个公主小姐 小娜妾 她那不嫌事大的样子 十分的欠抽 你走远点 一千米足够让我看不见你了 清明双手一摊 难道是被我猜中了 薇薇 你看她对感情三心二意的 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你还是重新选择一个吧 你挑拨离间的手段太低级了 你以为我和小薇儿是那种 随随便便就会被一两句话挑拨的人吗 堂堂妖尊 现在吵架都透着孩子气 白凤薇看着她有些幼稚的样子 心中好笑 反正啊 你一定要多一个心眼 这男人就喜欢勾三打死 你可不要觉得 莫九里对你好 就不会有别的心思 更何况 她还是一条蛇 小薇儿你看她 居然诋毁我 白凤薇气不打一处来 瞪着清明 你再敢说一句话 我让你永远也说不了话 我说的是事实 难道我还不了解男人吗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我有一个好的办法解决 那就是 你也可以移情别恋 这样一来就公平了 而这个移情别恋的对象 我最合适 你觉得呢 白凤薇像是看傻子一样的 看了她一眼 然后转头 看下了莫九里 你说 我们去房间里面说 好 清明紧随其后 走在白凤薇的另一边 薇薇 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你好好考虑一下 即便白凤薇暂时不喜欢她 但是可以先在一起嘛 时间久了 自然而然的就喜欢了 想不到你找回了自己的灵石 还是老样子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从始至终 她唯一不变的 就是对白凤薇的心知所向 莫九里把白凤薇 拉到自己的另外一边 钱摩尊大人还真是死心不改 你这样我们会以为 你还没有放弃 摧毁星云大陆的心思 清明跑到白凤薇的另外一边 天地可谏 那原本就不是我的追求 我是被人控制的 我现在的追求是 莫九里打断了她的话 再次站到中间 既然你是被控制的 那什么时候去报仇 我自然是要去的 但是现在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姚尊大人真是怕了 你还是不告格 就是 我们会怕你啊 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白凤薇的态度 让清明一阵心酸 薇薇 这是我和莫九里之间的较量 你能不能别偏心 她希望可以和莫九里公平竞争 最后谁输谁退出 或者谁输谁当小的也行 不能 白凤薇奇怪了 清明是以什么心态来和她这么说话的 他们的关系没有好到这种程度吧 她和莫九里才是最紧要的人 清明脸色顿时就不好了 而莫九里则是一点的傲娇和暗爽 这不公平 干嘛要对你公平 夫人说的对 有些事情是不能用公平与否来断定的 就比如感情 走了 我不是有话要和我说 莫九里被白凤薇拉着 大步往前走去 人在前面走 姨妹和长发在后面追 清明静静地看着两人 决定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 不然白凤薇永远也不会知道 只有说清楚了之后 她才有机会 别走太快 你们现在离不开我 莫九里玩心大气 快跑 后面有鬼 白凤薇跟着她跑了一会儿 直接被莫九里抱起来 回了他们自己的寝殿 哎 我还有话说 砰了一声 门关上 清明被隔绝在外 白凤薇和莫九里相视一笑 终于摆脱此人了 而此时 莫九里的脸色忽然痛苦了一下 白凤薇顿时紧张起来 已经想到了这是因为什么 她怒气冲冲地打开门 很快消失不见 清明 不故意的吧 清明站在距离莫九里 一千零一米的地方 就是故意的 谁让你们不理我 我们为什么要理会你啊 清明这是赖上他们了 她如果暂时想住在九华山 莫九里应该不会不允许 但是她这样就过分了 薇薇 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前摩尊大人是想和本座的夫人道歉吗 毕竟她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 大多数都是为了对抗你而造成的 如果你够诚心诚意 本座不介意原谅你一二 我可以道歉 也可以弥补 薇薇 我不是来跟你增添烦恼的 我只是想尽可能的想赎罪 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需要你赎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 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我喜欢你已经很久很久了 空气安静了虚语 白凤薇心中波澜不清 对于清明的话 他完全没有感觉 他走进墨朽里 不管你是想要耍我 还是真的有这样的心思 对我而言都没有意义 所以还是别说了 我是真心的 以前做的事情确实混账 可我现在想要对你好 你想要怎样是你的事 我与你无关 没关系 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 我早就不想与你为敌了 我现在唯一确定的 就是我喜欢你 我错过了一千年 我想在有生之年不求一千 我并不喜欢你 你做什么都是没用的 墨朽里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他能为你做的 我也能 他已经做到了的事情 你再去做一遍 就没有意义了 最重要的是我不需要 我有墨朽里就可以 他已经拥有了最好的人 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 当然有意义 即便没有那么喜欢也行 只要让我在你身边 可以吗 不可以 我只喜欢墨朽里 至于其他人都不可以 你说这话太早了 事实无常 我相信你会习惯 有我在身边的日子的 所以你就用近身 咒印暗算我 你现在知道 我是真心实义的吗 明白了 但是我不接受 你先别急着回答 我这里有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和他一左翼右 待在你身边 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不吃亏 我也可以得偿所愿 白凤薇 白凤薇目瞪口呆的目光 平移向墨九里 银蛇 这人无法沟通 墨九里搂着白凤薇 目光看向清明 小维尔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所以你一个人的决定 就没有意义 行了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小维尔商量 你别走远 要不然我没有要出来找你 你不让我跟着薇薇 是不是怕有一天 他会喜欢上我 清明的眼神里面 透着一股绝强的愚蠢 有些事情不是 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现在我能好好跟你说话 还不是因为你和墨九里 之间的精神咒印 突然你以为 你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 咱们今天把事情 讲明白 说清楚 我不喜欢 糊糊涂涂的关系和感情 我不喜欢你 从前没喜欢过 现在不喜欢 以后也不喜欢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修行之人 更是要注重自己 自身情感的坦荡和清白 否则 必遭反噬 墨九里把白凤薇 轻轻搂进怀中护着 目光盯着清明 火药味十足 一切让小薇儿不高兴的人和事 无必摧之 希望你能幡然醒悟 成就自己的大道 说完 墨九里带着白凤薇 转身离开 走了几步之后 停下来 别走远 清明回味着他们的话 这两人一唱一和 把他气得够呛 他的要求很过分吗 一点也不离谱好吗 他只是想融入他们 非必要不会拆散他们的 这也接受不了 房间里面 你说 你之前要和我说什么 我们的关系 应该照告天下了 我没意见 你看着办吧 那就定在一个月之后 你觉得这个日子怎么样 可以 那我先让人把之前就准备好的婚服拿过来试试 趁还有时间 哪里不合适还可以改 墨九里高兴的像个小孩 婚服 嗯 你刚才答应的 召告天下 所以你召告天下的意思是 举办婚礼 所以你召告天下的意思是 举办婚礼 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 刚才你已经答应了 不准反悔啊 我没反悔 只是觉得有点突然 此时正是好时机 你都准备好了 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准备的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此时的墨九里是有点紧张的 她生怕白峰威会因为别的事情拒绝她 或者会因为他们已经败过堂 而觉得没有必要再次举行婚礼 白峰威感觉到了墨九里难得的紧张 不要你做什么 只要你去 我就嫁 虽然两人在清风大陆已经败过天地 那毕竟是在别人家 她是妖尊 自然有自己的骄傲和向往 白峰威当然会支持她 而且这是他们两人的好事 她高兴还来不及呢 两人相拥 情意渐浓 虽然早就已经熟悉了彼此的气息 每次的接触 还是让两人都悸动不已 纯瓣的温度 燃烧着跳动的心脏 扑通扑通的血液 流入身体的四肢百骸 掀起了欲望的浪潮 一吻毕 白峰威缓缓睁开眼睛 还没等她气息平晚 一颗晶莹剔透的金色内丹 出现在她的眼前 她疑惑地看向墨九里 这是我的腰丹 腰丹在你的手上 我的命就在你的手上 我不能拿你的腰丹 腰丹被她拿了 墨九里怎么办 腰丹不在我的身上 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 你放心收下 你确定吗 就不怕我哪天不高兴 把你的腰丹捏碎了 只要你舍得 你太认真了 开玩笑的 白峰威扑进她怀里 搂着她的脖子 那你要不要啊 要 墨九里已经打定主意 她要是推辞 就是不知好歹了 须于 墨九里把自己的内丹 没入白峰威的丹田内 她的丹田处 有两颗内丹 一颗璀璨浩瀚 一颗五彩斑斓 说说聘礼吗 墨九里扣住她的后脑勺 不再压抑身体的躁动 再次稳住了她的唇 两人的动作 从椅子上 一直稳到床上 完全不在乎 现在是大白天 助然 墨九里停下了动作 捂着胸口一阵刺痛 白峰威睁开眼睛 看到墨九里痛苦的模样 顿时怒从心起 就来了 清明就不能消停一会儿 等我一下 我也要去 这次 清明游到的位置有点远 她大喇喇地坐在一颗石头上 朝水里面扔着小石头 墨九里一出现就给了她一掌 清明不躲不避地挨了这一掌 结果 疼的却是墨九里 叶叔 你怎么了 清明想不到墨九里 用了这么大的力 她此时也有点惊讶 我忘记告诉你们了 这个咒印不仅让两人之间的距离 不能超过一千米 攻击受的伤害 会全部转移到墨九里身上 把咒印解开 清明自知李逵 生怕白峰被生起 只好降低姿态 至少一个月才能解开 我没有说话 这个咒印原本是用在你身上的 谁知道 却被墨九里横插一角 需要等我反复斟酌解咒的程序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 我只是想到处逛逛 谁让你们不带我玩 你既然知道距离不能超过一千米 就不能随意走动 只要你超过了一千米 那就是你故意的 别以为除了你 就没人会解咒 如果你再犯 我不会手下留情 咒印固然难解 只要苦心钻研 一定能够成功解开 只是需要时间 而现在 他最缺的就是时间 先回去休息 从现在开始 在我们不离开寝宫之前 你哪里也不能去 就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 清明撇嘴 他怎么感觉这个咒印 限制的是他自己呢 感觉怎么样 墨九黎撞死痛苦 握着白风薇的手 这 这里疼 白风薇扒开他的衣服 没有外伤 应该是受内伤了 吃一颗弹药吧 不 你帮我吹吹就好了 墨九黎的性感嗓音 夹杂着一种克制到 想要无限度放肆的情欲 好吧 那就给你吹一口仙气 保证你下一秒 就生我活活 他是看出来了 墨九黎这是扮演上了 他明明没那么严重 只是 他的要求并不过分 就是吹吹而已 他可以将计就计 墨九黎薇白的俊颜 染上一层喜色 捂着胸口 小薇儿 我需要治疗 白风薇握着他的手 弯腰 微微低头 轻柔的风 掠过墨九黎的胸口 像是羽毛划过 酸心刺骨的羊 这股微风有点凉 又有点暖 刚才还叫苦不迭的墨九黎 现在已经闭了嘴 白风薇柔软的轻松一指 附上他的胸膛 这里疼吗 嗯 白风薇几乎是 趴在了墨九黎的身上 此时更是靠近了墨九黎 没有伤口的胸膛 慢慢吹着 冰凉的舌尊 温度不由的逐渐升高 距离太近 这微小的动作 就像是若有四无的稳一般 暧昧不清 欲聚还迎 墨九黎吞咽口水 忽而握住白风薇的双手 将他拉了上来 面对面 眼对眼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你现在哪里还像个 娇滴滴的病美男 力气这么大 看来我的医术又精进了 你只能为我一个人治病 嗯 这是属于你的独门秘法 现在还疼吗 墨九黎没有回答他的话 闭眼吻上了他的娇艳欲滴 两两纠缠 翻身而上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就此展开 下午 白风薇重新梳妆打扮了一番 才出了门 墨九黎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他都是精力充沛 娘亲 我们饿了 我也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夫人 膳食已经准备好了 几个孩子在外面玩了一天 鸡肠碌碌 看到吃的 一个个的眼貌红光 白风薇看着狼吞虎咽的他们 心中是说不出的感觉 人生的意义 似乎又多了一层 知道妖尊去哪了吗 刚才从吴大人说 妖尊和钱莫尊大人出去了 白风薇没管他们 反正也不是小孩子了 小孩子他也没管 吃了饭以后 太阳已经西沉 白风薇带着孩子们回房间 之后给孩子们讲故事 他们问东问西的 一个半小时之后 几个孩子才睡着了 白风薇感觉要虚脱了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带孩子了 他的孩子们还算好的 直接就长大成了好几岁的样子 基本上已经能够自理 不然 即便有人帮忙 这么多孩子 一定会累死 回到自己的房间 白风薇直接躺在了床上 先睡个觉 从明天开始 再潜心修炼 大哥 你还没睡着吗 没有 我刚才是假装睡着 这样娘亲就可以早点休息了 我也是 我还不想睡觉呢 娘亲回来我太高兴了 我也说 我还以为 就我一个人没睡着呢 几人四目相对 有点无聊 七妹怎么还没破课呀 她这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如让七妹来和我们一起睡吧 墨千叶和墨天爵 起身一起 把紫色的蛋搬了出来 你们慢点 墨丽幽拿过被子 垫在下面 墨千叶和墨天爵 累得坐了下来 七妹不轻啊 七妹不会是个胖子吧 我看不像 十二哥和三哥力气小吧 你们该练练了 每天出去那么多饭 白扯 七妹这么小一个蛋 你们都抱不动 七妹真的很壮 言外之意 真不是他们没力气 紫色的蛋 微光闪闪 似乎在抗议 七妹生气了 她一点也不壮 使我们的力气还有带提高 好吧好吧 使我们力气小 墨丽幽拍了拍舌带 小七啊 快睡觉吧 我们陪着你 此时 他们几个也感觉睡意上来了 一个个打着哈欠 扯过被子 闭上了眼睛睡觉 孩子们的睡意来得快 睡得也快 说睡就睡 白丰薇不放心他们 半夜过来看了一眼他们 发现都睡得很香甜 小七还被他们盖上了一片小被子 真是提心 轻轻关门 离开 白丰薇没有睡意 索性 修炼起来 修行之路永无指教 更何况 还有各种威胁随时可能出现 虚弥界的那些人 进入星云大陆 只是时间问题 到时候若无人能抵挡 欲外强者 那整个星云大陆 将会成为地狱 白丰薇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从清明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 弥陀圣地最强者 弥陀先尊 预知自己大限以至 所以急于寻找永久 虚命的东西 这种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面对这种人的时候 半点侥幸心理也不能有 而据莫九里所知 弥陀先尊的势力十分庞大 玉下 还有十二金仙 十八罗汉 四大金刚 十二金仙已经死了七人 他们的实力属于还差一步 就悬空境界圆满 和现在的白凤薇 夜影 清明 相差无几 十八罗汉 修为在悬空境界圆满阶段 已经达到至尊神的境界 恐怕现在的白凤薇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有莫九里能与之对抗 还有四大金刚 修为更是恐怖 而对于在一万年前 损失了太多精英 又在一千年前 损失了太多天骄的幸运大陆 似乎在实力上 比不上虚弥界 所以他必须尽可能地变强 他的下一步计划 突破悬空境 成为至尊神 只是这样一来 他必须闭关修炼 不知道要闭关多久 一个月后 就是他和莫九里的婚礼 他若是闭关 就会错过婚礼 白凤薇运转了四十九个周天之后 缓缓睁开了双眼 莫九里还没回来 去哪儿了 白凤薇下床 准备去问一问他的暗卫 才刚刚打开门 就有两道身影 从天而降落在他面前 随之而来的 是浓重的血腥味 白凤薇慌忙跑过去 莫九里顺势倒在了他的身上 顿时不省人事 来不及多想 白凤薇把莫九里 扶到了床上躺下 你们干嘛去了 去跟你弄突破修备的东西去了 你知道我们遇见谁了吗 遇见泥陀仙尊了 白凤薇停下了动作 唯有心脏在扑通扑通跳 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个弥陀仙尊 居然亲自出手了 没遇见的 不止他一个人吧 还有一个身穿红色袈裟的光头 实力不在我之下 白凤薇给莫九里吃了几颗蛋药 召唤出指尔根神 出来给莫九里疗伤 莫九里伤得太重 算是只有半条命了 江明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一定是他受的伤 转移到了莫九里的身上 而莫九里面对的人 一定是弥陀仙尊 他当时的处境有多难 简直不敢想象 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 你别担心 他身体有自愈能力 只要他还有修为 就会自动愈合伤口 即便只剩下一口气 也不会死 白凤薇没有回答 他知道莫九里不会死 但是受这么重的伤 很疼啊 而且如果留下什么病根 也不是小事 莫九里的外伤 很快就好了 轻微的内伤也没有大碍 最严重的是 他的心脏差一点就碎了 白凤薇心中一紧 浑身颤动 这些重伤 执耳根神根本就无法修复 白凤薇把执耳根神 说回丹田 让他沉睡休养 清明默默地看着白凤薇 此时 他或许明白了些什么 有些感情是他触不可及的 不是他不配 是他永远赶不上了 两个人的感情 又如何容得下第三个人呢 莫九里还没有醒 白凤薇给他换了套衣服 给他清洗干净 莫九里最爱干净了 清明挪动脚步 靠近了床边些许 马上就天亮了 要告诉别人他现在的情况吗 你们之间的咒音 什么时候能解开 若不是他们遇到的对手太强 白凤薇都要怀疑 是不是清明故意受伤的 只是白凤薇此时不想追究这些 清明能把莫九里带回来 就是最好的了 白凤薇的声音很冷 静悄悄的 钻进清明的耳中的时候 却是震耳欲聋 他的一生 似乎都在弄巧成拙 面对莫九里如此重伤势的白凤薇 依旧平静的风吹不动 而这看在清明的眼中 更加的追星刺骨 真的需要一个月 这一点 他可没有骗他们 你先回去吧 别走远 清明知道 他说的别走远 只是怕莫九里因为距离太远 而感觉到痛苦 并非是白凤薇需要的 默默离开 清明前心研究起了解除咒音的方法 总吴 你去把孔志兰请来 没过多久 这是怎么了 如你所见 他受伤了 是谁 弥陀先尊 瞳孔地震 那人亲自出手了 应该是无意中预见的 不过已经能够证明 那人着急了 他们的人死了好几个强者 弥陀先尊不可能不知道 他死不了吧 死不了 只是伤得太重 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我叫你来 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受伤 明白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 反正妖尊之前也经常消失 按照之前的处理办法处理就行 对了 现在有一件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 原本还想着和妖尊今天确定下来呢 他什么时候会醒来 孔志兰知道他死不了之后 顿时就换了一副嘴脸 恨不得妖尊马上醒来处理事情 什么事情 一个族群想加入妖族 有什么特别的吗 孔志兰把一打资料放在白峰威的面前 越往下看 白峰威的眉头皱得越紧 这里原先不是一个叫梨花族的人 居住在这里吗 正是 据我们所知 斯贝姆的族人曾经被梨花族的人救下 斯贝姆的族人听说梨花族人皆地灵 资源丰富 就大批大批的来到了梨花族地界 一开始梨花族本着友好的想法 对他们的态度还算好 只是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已经晚了 斯贝姆族 就是这个让孔志兰犹豫不定的族群 蛮横的斯贝姆族群占领了大半的梨花族领地 梨花族终于忍不下去想将他们赶走 结果才发现已经赶不走了 最后梨花族的族群所剩不多 只能是远走他乡隐瞒性命 白丰威已经看完了所有的资料 缓缓地合上眼睛的暗毒 斯贝姆族已经有人出现在了妖族边境 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曾经多次想加入妖族 成为妖族的一部分 妖族血统高贵 拥有神族血脉 可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加入的 我们也这样认为 更何况是那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族群 那你们现在纠结的是什么 现在妖族边境的斯贝姆族 已经开始耍无赖了 他们想要我们把妖族的一个边境城市 让出来给他们居住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直接铲除 他刚才已经翻阅了所有的文件 斯贝姆族 已经不是单纯的请求那么简单 而是在威胁 直接铲除 妖尊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有别的意见 现在没有了 这种性格的族群 天生就是属黄瓜的 天生属黄瓜是什么意思啊 欠拍 孔志兰立刻命令妖族将军赶往边境 以轩雷不及掩耳之势 消灭了所有的 在边境城市的那些斯贝姆族人 这样做了之后 斯贝姆族人反而不敢出声了 这是一个小插曲 白风薇把孔志兰叫过来 是让他知道墨九狸的现状 并且做好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应对策略 他还要带墨九狸去一趟大海 去那里取一个药材 他刚才已经清点过炼制治疗墨九狸伤势的药材 其他的都已经备齐了 只差玄武佛林 玄武佛林生长在深海 几万米之下的深渊中 却对伤势愈合具有很强的功效 你们的婚礼已经在准备了 你们现在离开什么时候回来 婚礼推迟 等我们回来再说 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现在关心的是墨九狸的伤势 孔志兰算是明白了 妖尊的话 没有妖尊夫人的话管用 反正听白风薇的就对了 好在他还没有把婚礼的日期照告天下 不然又有的忙了 白风薇出门 叮嘱了安安文文几句话之后 准备带着墨九狸去找清明 一起离开旧华山 就在此时 夫人 人鱼族皇子和魔尊大人求见 白风薇看见了孔志兰身边的两人 魔尊叶影和人鱼皇子与不渊 还有上次救的人鱼公主 神女 你真的是神女 薇薇 好久不见 师父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叶雍 现在的魔族能离开你吗 师父放心 魔族并非世人想象的那样 他们其实很好管理 只要我足够强就行了 人鱼族在魔族内战的时候 帮助了叶影许多 叶影邀请人族皇子 将来魔界商量两族之间的贸易等问题 宇伯渊从叶影的口中得知 白风薇在妖族 就和叶影一起来了九华山 跟着她一起来的 还有人鱼公主 语音 魔尊大人 神女真的是你师父吗 我完全没有想到 真笨 刚才魔尊都说了是师父 你还一直问 不礼貌 我就是好奇 毕竟神女这么年轻漂亮 居然比魔尊大人还要厉害 要不怎么是神女呢 薇薇 我这次来是为了给你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还需要人鱼皇子 亲自跑一趟 宇伯渊随即拿出了一个水晶盒子 摆在桌子上 这是我们无意之中得到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途 只知道它很难得 拿回人鱼公之后 父皇说把它送给你 所以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盒子打开 一阵幽光闪烁 白风薇微愣 玄武佛林 这个东西基本上没有人认识 白风薇也是一千年前的时候 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薇薇 你认识这个东西 认识 实不相瞒 我正准备去找它 想不到 磕睡了有人送枕头 这个如果能对你有用 那真是太好了 对我有用 我欠人运足一个人情 你们想要什么可以直接说 宇伯渊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倒是语音 一点的高兴 神女 我们想去你的神山学习一段时间 就这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听他们的父皇说 大海和神山之间有一条通道 只是凶险异常 而他们的父皇就曾经穿过这条通道 他们两人也想穿越这条通道 然后到时候回去继承人鱼红的位置 不过 白风薇把须迷戒的事情与他们说了一下 他也不能完全保证神山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如果他们两人打算长期待在那里 就过段时间再去 等把域外的事情解决了之后 没有后顾之忧了 如果是短期居住 现在就可以出发 说起这件事情 他们也传达了人鱼皇的意思 如果真到了那么一天 人鱼族 势必会和星云大陆共存亡 对了 我们这次来还带了很多东西 李伯渊和语音 把十几个箱子都摆了出来 各种海洋珠宝和珍贵的东西 琳琅满目 其中还有一颗超级大的紫色珊瑚 因为太大 宇伯渊直接把珊瑚放在了外面 几乎和房子一样高 你们这是把人鱼公搬来了吗 这些还算少的 我原本是想要多带一些 只是来得比较匆忙 所以就把最重要的带来了 宇伯渊一点的得意 孔志兰笑笑 不说话 墨酒里你就继续睡吧 哇 好漂亮的树啊 娘亲 这是什么树啊 亮晶晶的真好看 几个小脑袋看起来 眼睛比珊瑚上的结晶还要亮 不过很快 他们的目光就转移到了白峰威身旁的几人身上 夜影哥 孩子们欢快地跑过来 围在夜影的身边 夜影伸出手想要抱他们 不过 一时竟然不知道先抱谁 手忙脚乱的她 脸上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笑 最后 夜影像是一棵树一般 孩子们像是树袋熊一般地挂在她的手臂上 腰上 脖子上 腿上 其他人看见夜影这么受欢迎 一脸的醋意 你们几个小淘气是把知蓝叔叔忘记了是吧 我这么大一个活人在这里 你们没有看见吗 墨觉晨当然见孔知蓝吃醋了 顿时又下来 蓝叔叔 我们也是爱你的了 你不要伤心 就是就是 我们 这就来抱你 我说笑的 你们别追我呀 她表示刚才是她太多话了 而孩子们似乎并不想放过她 追着她在旁边绕着圈圈 蓝叔叔你别跑啊 我们不会厚此摸笔的 放过我吧 莫琉璃莫青武从侧面包抄 其他几个从其他方位包围 孔知蓝顿时被俘虏 然后孔知蓝就变成了一棵树 孔知蓝痛苦的表情 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最后 孔知蓝不得不说道 你们看 那边有两个美的雌雄莫变的美人 别来祸祸祸我了 此话一出 宇伯渊和语音原本还咧到了耳根的嘴脸 顿时一僵 孩子们从孔知蓝的身上下来 顿时变得十分的乖巧可人 都说仁一族长得美貌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你们才是生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等你们长大 一定会把我们在场的人都比下去的 放学了就去用扇 怎么到处乱跑 别吓到客人 孩子们吐了吐舌头 无辜又可爱 那我们吃饭去了 等吃完了 我们可以来找你们玩吗 可以 去吧 白凤薇拿到了玄武佛林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炼制丹药 便让孔知蓝带几个人先去安顿 他叫来了丛吴 叮嘱不能让任何人进入他们的房间 炼制仙丹 他也没有把握 一次就能炼制成功 他最近几天都没有炼丹 为了保证自己的技术没有退步 他先炼制了一锅其他的丹药 房间里面火光一闪一闪的 丛吴等人在外面面面相去 但是不敢上前询问 更不敢出声 期间几个孩子来找过白凤薇 都被丛吴劝走了 夜影来找白凤薇 被孔知蓝拉走了 他已经看出来了 人鱼皇子送来的东西 正是他想要的 这下 夫人不用亲自跑一趟大海了 从黑夜到白天 房间里面闪烁的火焰 依旧不见暗淡 中午 孔知蓝来过一次 见白凤薇还没有出来 就留下一句话 回去了 夫人出来就告诉他 精灵族女王来了 似乎是想要求见妖尊 而孔知蓝 似乎是不知道精灵族 和清明的恩怨一般 直接把精灵公主 安排在了清明的隔壁 公主 我们来投靠妖族 妖尊会同意吗 只能是尽力 只有在妖族的语意下 如今的精灵族 才能黯然无恙 中文明 Fedora 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diyorum